一,脸色发黄,脸色,眼白发黄,有黄胆症状的人需要养肝,肝脏不好的人,常常表现为脸色,眼白或者皮肤发黄,其所谓的黄胆症状需要护肝质肝,二感觉疲惫,四肢发力,容易疲倦,懒惰沙动者需要养肝,这主要是因为肝功能异常,碳水化合物,蛋白质,脂肪等的中间代性障碍, 导致能量产生不足,人体已疲劳,体力下降,精神欠佳,肝脏损害致死胆症排气不畅食,血液中的胆引脂没减少,影响神经肌肉的正常的生理功能,因此当您出现了疲倦,不思饮食的症状时,就需要及时进行养肝小理,三,小病发孔,肝脏胎血胆症受足,血液中的胆黄素升高, 过多的胆黄素经过肾脏排泄,就会出现小变发黄的现象,因此,出现至于症状的人,应该注意养肝调理,三个养肝法宝,一,肝脏需要脂肪,要养肝不肝,每天吃的食物中,脂肪和蛋白质的比例,最好分别占20%,剩下的60%微碳水化合物, 也就是主食等,肝脏需要脂肪,但不代表需要过多的脂肪,所以瘦肉,低脂牛奶,小等低脂食物是首选,而其实,补肝最好还是食疗,素性健常,为大家准备了简单方便的排肝毒, 预防干损上了橘橘干原茶,橘橘干原茶配方,枸杞,绝名字,橘橘,蒲公英,白毛根做法如下,使绝名字,橘橘,蒲公英,隔六克,白毛根,枸杞三克,一起水煸熬煮,去加饮茶水,每日一到两剂,也可直接是优中意配置的成品带套装的橘橘干原茶,效果也是一样的,作用,能护干, 三,促进肝脏排出毒素,阻隔病菌的肝脏的入签,增强肝脏再生能力及抗力,保护肝功能不受损,无论是患有肝脏疾病,需要调理的患者,还是经常熬夜,吸烟喝酒,需要养肝的人,都适合长饮吃来,养肝护肝 三,足矿物质,要确保自己在日常饮食中,摄取到足够的矿物质,例如,美、大、甲、鲜、鲜、蜥和盲等,干硬化患者,医生也会建议他们补充比平时更多的维生素及矿物质,以及活干的功能 四,每天一把葵花子,养肝护肝好帮手,葵花子含有丰富的油脂,脂肪含量达到50%,主要为五宝克脂肪酸,有降低血液感固醇的作用 所含丰富的V1和安定情绪,防止细胞衰老,预防心血管疾病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